最近一段时间 郭德纲可以说谣言不断 两档春晚节目被毙 后又传出私生子的绯闻 但这些看起来并没有对郭德纲有任何影响 2月8日 郭德纲发文为儿子郭麒麟庆祝生日 并配文儿子生日快乐 爸爸给你买了件蟒 让人不得不羡慕郭麒麟在郭德纲心目中的地位 而又不得不感慨郭老师的卑微 没有得到儿子送的蟒袍 自己还搭一件也太艰难了 说实话 郭德纲这一事情办得着实令人有点意外 要知道 之前郭德纲自己生日的时候 众徒弟都出来在网上公开道贺 唯独自己的亲儿子郭麒麟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发布任何关于父亲郭德纲的东西 当然 更让大家意外的是 郭德纲给儿子郭麒麟买了一件蟒袍 说起蟒袍这东西 可能大家已经不会太陌生了 毕竟 德云社上上下下对于此物的喜爱 已经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先是郭德纲多次在舞台上表达出对于蟒袍的专注 而后包括月云鹏 烧饼 孟赫堂等爱徒们也都前前后后送给了师傅郭德纲 一件价值连城的蟒袍 要知道以前未及人臣的大夫才有资格获得的东西 蟒袍这东西在德云社已经不仅仅是一件贵点的衣服了 而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象征 而如今郭德纲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 再加上今年春晚节目被拿下 在郭麒麟的生日送蟒袍 不少网友猜测 这是郭德纲对郭麒麟的托付 肯定是有意设定自己的接班人 而从照片中不少网友发现 这蟒袍的款式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四爪金龙的样子 而是绣上了一头麒麟锐兽 应该是一件麒麟袍 很多人可能觉得郭德纲是因为儿子一名是郭麒麟 才送给儿子一件麒麟袍 但其实这里面应该还有一层意思 郭德纲把这一头麒麟满袍送给了儿子 这不就是麒麟送子吗 而麒麟送子说明郭德纲在暗地里催婚 这是要让郭麒麟赶紧结婚生孩子的节奏 当然无论是让郭麒麟接班还是催婚 相信郭麒麟也感受到了压力 从中大家都能看出郭麒麟在郭德纲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通过郭德纲送孩子满袍这件事情 可以明显感受到郭德纲的心情不错 心境更是平稳 并没有受到谣言的影响 如果真的是一个身处风口浪尖的艺人 怎么可能有心思给儿子催婚呢